你原来就是那吴启国的太子 哎哟 瞧瞧您这英俊潇洒的样子 可真不愧是一国太子的风范呀 啊 太子呀 您一定要去我们家吃顿中饭啊 啊 对对对 若是您这般人能够去我们韩社吃顿饭 那真是旁壁生辉呀 行了 都去忙吧 不必这般热情 四周的人都在奉承他 太子被捧得有些飘飘然了 看来你们原国的皇子们没有一个好的呀 是是是 没有像你这般的 您愿意赏个脸去我们那儿吃顿饭吗 可以 带路吧 我们只有一些粗茶淡饭 放心 本太子不像你们的小公主没那么矫情 怎么 你有意见 你觉得本太子说的不对 怎么会呢 我只是想帮太子殿下倒杯水 门外 有一名男子将一个钱袋子递给另外一个男子 这是乡亲们凑来的银钱 你去买菜吧 那男子拿着钱袋子跑着离开了 去县城酒楼买膳食 我们这儿自己做的东西一来不好吃 二来呢 也担心您不敢吃 我们派人去县里最好的酒楼给您买膳食了 还得辛苦您等等了 您的侍卫们呢 也一起坐下用个膳啊 这岸卫们也出了吃 太子想的是横竖是原国的百姓请客 那自然是能吃多少吃多少了 哼 等他回去了 他要在吴启国好好宣传此事 他 吴启国太子受到了原国百姓的追捧 等了半课中 买膳食的百姓回来了 这样的膳食才配得上您的身份啊 我们也想吃 但我们的银钱只购买这些了 全部留给您吃 你们原国的百姓会做人 我们吴启国欢迎你们去吴启国住 若是你们想过去 我便将我的封地腾出一些房子来 让你们去住 当然了 房子是需要你们自己花钱买的 你们自己考虑考虑吧 这么想着 他还要说什么 却忽然感觉眼前一阵天旋地拽 下一瞬他哐的一声倒在了桌子上 去你娘的 我们的小公主也是你敢辱骂的 乡亲们 吵家伙 打 用麻袋将他们蒙住了 别打醒了让他们给跑了 先用绳子 缝起来吧 也行 那先去拿绳子将他们捆起来 我呸 还真以为我们送吃的给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杀不杀 杀了他 反而便宜他了 他不是还要给咱们小公主道歉吗 将他丢到别的心外去 让他继续去赶路道歉 对 我觉得这样也好 我们打他这一顿 他肯定不敢再胡乱诅咒小公主了 我们的气是出了 小公主的气还没出呢 对对对 让他继续赶路 让他去给小公主道歉 让小公主出气